当一个人他们回想过去的时候 总是会按捺不住的叹息 因为他们会看到原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原来命运还是占着很大的比重的 正所谓心善则美 心存则真 一个善良的人会处处为人着想 他们的心灵如同宝石纯净无瑕 都说人善被人欺 其实好心之人必定会有好报 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你的好心肠要不带来好福运 要不得上天恩赐 亦生命好 生肖猴首先 猴子代表的就是机灵和聪明 情商和智商都很高 他们能说会到 为人处事圆滑 在生意场上会非常占优势 聪明机灵 脑子灵活 富有远见 经商 创业和工作上都能取得极大成就 对于经商 炒股方便有不同寻常的天分 可以利用兴趣来赚钱 因此很容易把握住发财的机会 不少属猴的人都是有钱的大佬 所以属猴的命中是注定富贵的 生肖牛属牛的朋友在生活中与人交际 似乎显得尖酸刻薄了些 他们不爱张扬 凡是喜欢低调 但是面子却大于天 脾气也不小 可是这类人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就是特别善良 虽说有时候过分善良会给自己找麻烦 可是牛儿们不怕 他们愿意去奉献自己的光和日为 这个社会有需要的群体 通常好人必有好报 上帝给予你善良 也会似于你财运滚滚 福禄双收 生肖马属马之人 天生就是交际高手 人缘极好 贵人运旺盛 危难时刻总能靠贵人化解厄运 财博宫里有太阳星坐镇 财富收入稳定 且偏财运旺盛 偶有横财入账 命里的灾难厄运多能破财消灾 老来富贵 越老越有福气 生肖兔属兔之人心存善念 心肠软 同时也是热心肠 喜欢乐于助人 并且不求回报 因此福得深厚 善报多多 乐于助人 乐善好施 是典型的有福之命 命隔离有吉星太阳坐镇 化胸为吉 注定晚来富贵 晚年多的善果 婚后财博宫里有财新入主 一旦结婚就开始行好运 后半生富贵多多 尊享金玉满堂 儿女子孙也颇有福气 生肖猪面对家人或者朋友 属猪的朋友们最单纯 也最善良 一向大大咧咧 跟人交流很真诚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首先为别人考虑 如若身边之人处于困境 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一生福气逼人 荣华富贵想不尽 这样的人最有好报 通常好运也会不断 越仁慈越幸运 越善良越好命 生肖基属基的人 从踏入社会之后便开始劳碌 虽然每天都非常累 收入也是不比别人差 但就是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 因此在30岁之前 鼠鸡的人都非常苦命 不过赚钱的钱 却是一年比一年高 而且从现在开始 鼠鸡的人会顺风顺水 不仅能在30岁之前 得到想要的生活 更是能健康长寿 自己的灵害 事物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